有呀,比方说像世界瞩目的内玛尔啊,还有迪玛丽亚,可惜的是姆巴佩也没来嘛,因为他是这一届世界杯上最闪耀的一颗星嘛 去巴黎,提前去巴黎能够适应那边的环境包括各方面等于说也是为了明年的世界杯提前做一个准备嘛 所以我相信通过在假指导的代理下,我们中国女中能够在巴黎能够取得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 第一步是能够尽快地去适应居住部的环境,包括球员,包括主教练的技战术打法 所以这些都是我需要去好好准备,也需要去克服的一个难题 所以我也不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说特别漂亮的话,去能够过去支持主力 因为作为亚洲球员的我来说,我觉得自己能够去做豪门俱乐部 世界前三的俱乐部,我觉得自己要做的努力还需要太多太多 中国的球迷朋友们下赛季继续